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在24號中國大陸成都 剛剛才舉行過中日韓的三國高峰會 這個事情對於整個亞太的經貿局勢 以及對於東北亞的情況有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輔大日本研究中心的何時勝主任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何教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先從就是 不管是韓國總統文在寅 或者是日本首相安倍 在去成都之前都到了北京 先跟習近平碰面 我想先從這邊開始講起 因為這涉及到中韓中日的雙邊關係 我們先從安倍這一次跟習近平的見面 那這一次的見面 你覺得當然主要的是為了 明年習近平正式官司訪問日本來做準備 但是也有人說 這一次安倍有提了一些 也不能夠完全的不提出一些抗議式的問題 包括香港、包括新疆 甚至包括這個東海、釣魚台 還有拿來 他都提出來這些 對中國大陸 讓中國大陸有點尷尬的話 你怎麼看這一次習近平跟安倍的見面 他這裡面透露出來的意思在哪裡 事實上我想雙方現在在關係的改善上面 中日雙方領導人的態度還是一致的 那當然在中日關係裡面 剛剛崇文兄你提到那些都是問題 那特別是海洋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日本會提到這個有關香港 還有中國大陸 現在新疆這個問題 不過新疆跟香港問題 事實上現在在中日關係裡面 也不成為一個他們對話的一個焦點 通常中國大陸就試兩波千斤 然後就是以這個是中國的內政 這個做回應 那甚至於這個像南韓的態度 他更是這個被指責 是他這一次文在寅 韓國國內已經有人指責他說 你在整個那個香港的問題 還有這個大陸新疆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上面 似乎好像是這個應賀北京 當然在清瓦台那邊的這個回覆是說 沒有他只是這個大陸領導人講完話 習講完話之後 然後他等於是這個把習講的這個東西 似乎在水口再帶一下 那不過就是說現在的這個香港問題 或者是這個新疆的這些問題 應該不會成為這個中日這個未來 這個在明年這個四月 這大概也是確定的一個議程 那這個議程如果不走的話 那當然這個是中日關係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這樣的一個逆退 從現在看起來應該是不會 那雖然日本的國內也有人反對 認為就是說 日本是不是會跑在美國的前面 走得太快 不跟美國同步 但是我打得差 就是說這裡面 到明年習近平去訪問之前 一直在醞釀要再簽一份 雙方關係的新的文件 這個文件的內容 我們現在有沒有聽說怎麼樣 會不會有一些部分 比如說影響台灣 或者是涉及到這個日美關係 或者是這個在安保這上面的事情 其實中日關係絕對不會讓這個美日關係 這個受到這個結構性的這樣的波動 那換言之事實上日本基本上 他在中日關係這個部分 他的拿捏也非常準 那現在面對中國大陸 他事實上他在外交上不可能 跟美國的這個關係把他搞壞 換言之美日同盟 還是這個日本外交裡面的重中之重 但是確實川普他存在的一些 不確定的一個因素 所以這個這個從 現在日本的這個外交操作來講 那個他很明顯的 他這個是一個在這個美中中間 他用一個避險 然後經濟跟安保中間 他也用所謂的一個避險 這個我想這個這個這個 這應該是清楚的 那所以事實上在中日的關係裡面 這個他們的一個改善 不會根本的去解決現在的這個 他們之間的這種海洋的這些這些矛盾 事實上在2019年整個已經快到年底 可是今年事實上 中國大陸出現在釣魚台周邊水域的這個 不管是海上 或者是在空中的這樣的一種巡邏 那個已經超過已經超過一千次了 那這個這個頻度基本上是很是很高的 那那那所以這個問題其實這個不會隨著這個 中日關係的這個改善 那似乎他們在在在這個那個海洋的一個問題 的矛盾就弱化的沒有 可是我想他們有個共同的一個這個目標達成 那個包括兩個國家的防務的這個交流 那他們要建立一種就是說這個去增加軍事透明度 避免雙方對於這個對方的這樣的一種一種政策 或是一種行動的這種誤判 然後導致整個中日關係 這個造成一個結構性的這樣一個影響 事實上整個這個中國跟日本的關係 裡面我想是過去就從2009年以來 一直都是這個因為海洋問題 他們防長十年沒有見面 這個時間就從2009就是撞船之後 大家就沒有見面了 所以這個怎麼樣讓中日關係 這樣的一個矛盾存在 可是不要不要讓這個矛盾成為這個去影響到 兩國關係正常發展的這樣的一個因素 那我想這兩邊都是有一個共同的這樣一個共識 特別在另外在經貿方面 因為美國他一直強調的是雙邊 那而且這個美國有保護主義抬頭 那這對於日本的這個經濟利益來講的話 川普主義事實上也並不符合日本的這樣的一個利益 而且日本自己在80年代也深受這個支苦 一到現在基本上美日關係裡面都還存在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經濟問題裡面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中日韓的一個峰會裡面 經濟的議題他們幾乎是這個少有矛盾 那幾乎三個國家是有這個比較大的這樣的一個共識 所以剛剛崇仁兄你提到的 就是說整個整個 如果說明年習近平訪問這個北京的話 訪問這個這個日本的話 我認為一定會有第五份的文件 為什麼 因為他的兩個前任對不對 江澤民跟胡錦濤去訪問的時候 都有第四份第五 都有第三份第四份的文件 我們現在講中日關係的四個文件對不對 然後這個這個裡面有兩個文件 基本上就是過去領導人訪日 那所以如果他訪日 而且是國事訪問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文件出台的話 那這個當然這個訪問不能算是成功 所以一定要有 可這個這個雙方的合作 我想還是會聚焦在這一次 他們是不是已經有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出端倪啦 就是具體的內容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是我想這個就是說 還是會強調這個雙方在這樣一個區域經濟的一體化 換言之如何去建構這樣一個區域多邊 去維持這個所謂的這個自由貿易體系 甚至於讓WTO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不要受到川普主義的這樣一個影響 我想這個他們大概在未來的這樣的一個 第五份這個公報裡面大概會看得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當然這個很重要的 他們講一帶一路的合作 日本應該是官方不好跟美國真的爭鋒相對對不對 但是日本很聰明 這個他走民間 走所謂的第三方市場合作 那我想他們這一次的這個合作 而且一帶一路我想這一次在中日韓的架構裡面 他把韓國也拉近來 就是中日韓在他們這文件裡面提到一個 第四方市場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在一帶一路的合作 那這未來基本上這個在中日的雙邊關係裡面 事實上會強調如何的 去落實之前領導人所談出來的 這樣的一種合作模式 我想這個大概是他們重點 當然超核問題也是這個未來的這個 中國跟日本關係裡面 這個他們在安全議題上面 他們可能會比較有共同語言的 但是在海洋問題上面 那我想這個日本還是會堅持這個 他過去講的那些 而且這包括這個像之前河野太郎對不對 他在安倍這個訪問之前 他也這個跟大陸的房長魏鳳和舉行會談 那會談裡面我們這個知道他講了一些 這個有關東海的 甚至於他在到這個大陸之前 他先到杜哈 那剛好這個在杜哈之前 這大陸的山東艦 這個他這個這個加入他們南海的這個艦隊 那這樣的一件事情 當然日本一定會講話 所以他在杜哈也講了重話 而且認為這個就是你用 你這個中國大陸用自以為是的 這樣的一種這個做法 然後去破壞這邊的一個次序 那不過這個我想這個看魏鳳和的立場也很清楚 魏鳳和也不想在這個事情上面跟你開罵 對不對 他也是用這個四兩撥千斤的一個方式 換言之說不要讓雙方的這樣的一種 在海洋上面的這個立場上立場的不同 而且這樣的一個不同 事實上也不是現在才有 過去一直有 日本也沒有改變 他的這個講法 中國也不會改變他的態度 可是事實上大家知道 因為有問題存在 所以需要對話 因為有問題存在 所以雙方要建立機制 這個態度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說中日之間是開始走向越來越熱絡 隨著明年習近平到訪日本會達到最高峰的話 那韓國跟中國的關係 現在就維持一個冷卻的狀態 當然這一次文在寅也試探性的有提出 希望習近平能夠訪問韓國 那韓國其實習近平的反應 反應就是說 他會在適當的場合來積極考慮 但這個並沒有說是一個正面的承諾 這裡面因為薩克的問題沒有解決 然後現在又有謠傳說 可能美國希望在韓國要部署中程飛彈 這些事情都是讓中韓關係沒有辦法繼續往前的 那現在從這一次文在寅跟習近平見面 我們現在看出的中韓關係是怎麼樣 但中韓關係是比過去要改善 可是沒有回到過去普警惠 在普警惠前面的兩年的任期裡面 事實上中韓關係是很好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其實習近平是有正式的到韓國進行國事訪問 所以習任事實上在那個時候是已經有對韓國進行一次正式訪問了 不過就是在文在寅上來之後 他的任期大概已經過了快要一半了 那他還沒有去 所以文在寅很希望就是說能夠讓習正式訪問 而且習也到過北韓去了 南韓沒有去 那似乎在對中關係上面 這文在寅被他前任 就是被普警惠給比下去 因為這普警惠當時習到朝鮮半島去訪問 通常他是會先訪問北方再到南方 可是習是中國領導人第一個先訪問南方 而且那是很長一段時間習不到 習不到平壤 直到美國跟朝鮮在朝核問題上面 展開對話之後 中國才跟進去訪問北韓 所以南韓基本上在整個東北亞的外交裡面 我覺得他是落後的 而且看到習近平這個要訪問日本 那這個讓南韓的這樣的一種 希望中國大陸 這個在南韓對南韓的外交上面加碼的 這種擊破性 基本上是會增加的 可是其實北京對南韓跟對日本 有不同的這樣的一種對待 實際上南韓的學者自己也心知肚明 對不對 過去中日關係不好的時候 北京當然會讓中日關係下來 可是中日關係在經濟 甚至於人的交流上面 特別在旅遊 對不對 觀光這方面基本上是沒有 好像中韓關係這樣子 他們被所謂的禁韓令 禁韓令到現在還沒有回覆 你覺得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 他會把韓國跟日本 放在同等的天秤上來看呢 還是之間是有一些差別 之間是有一些差別 我覺得他們對 其實韓國在東北亞裡面 不管面對中國或面對美國 基本上他都是會被放在日本的下面 那所以你看在日韓的這樣的一個爭端裡面 美國比較明顯的 對不對 最後幾首名 這個日本幾乎是什麼都沒有改 然後就讓韓國 你這個最後不敢對撞 對不對 踩著煞車 這個應該是美國 這個在後面去壓迫 而且這個最近文在寅他旁邊的人 也拼命幫他放火 對不對 這曹國在這幾天 這個北韓的這個司法單位 基本上可能要對他進行逮捕 可能在一兩天之後 這件事情要經過法院的這個批可 那批可的時候 那這曹國可能 可能是要被抓起來 那曹國基本上是跟文在寅 這個綁在一起 他們這個被認為是他的接班人 那所以曹國這件事情 背後有沒有什麼樣的一種大 這個 這美國對南韓這個外交的 這樣的一種著痕 這我們也蠻感興趣的 不過就是說 剛剛那個你提到 那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實際上對南韓 事實上也是 這個要求會比對 對日本的要求又來得多 而且很多的要求 你南韓基本上是要確實做到 比方講在安全的問題上面 這個 除了薩德這個問題 然後現在北京 實際上這個 對於中程導彈 是不是會上 上這個 就是部署在南韓 那這個問題的話 當然 如果文在寅不能夠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 這樣的一個表態 那可能啊 這個 這北京在外交上面 這個不會給他這張門票 換言之他希望 就是說這個習近平 在訪問日本之前 或是在訪問日本之後 先到南韓 那這件事情可能 並從習近平的這個 的回覆裡面 他應該是沒有答應 他好像是2019年 今年整個一整年 對不對 都傳出來這個習要訪問南韓 可是到今年已經走完了 那習還沒有去 那明年會不會去 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 只要薩德的問題 沒有完全解決 習就很難去南韓訪問 因為到目前看起來 中國大陸對於 南韓的經濟的杯葛跟制裁 沒有完全解除嘛 對不對 觀光客還沒有回去 對 而且那個像影視的這些 這個人員的這個交流 對 還在 對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 仍然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問題 當然他們在那個其他的 包括官方的這個交流 基本上都已經恢復了 那不過我覺得 可能薩德已經 其實聲明已經組成熟 已經組成熟飯了 這個如果說薩德這個問題 你要讓他回到原點 這幾乎不可能 那我想北京也很務實 對不對 因為如果他不務實的話 中日關係不可能這樣走 但是薩德的情況是說 還是沒有完全的開始部署 對不對 現在就是韓國官方是說 環評 現在我們卡在這裡 不讓你完全部署 用這個東西也是作為 對北京方面可以有一些交涉余地的地方 換句話說這個東西 事實上就是讓他進度變慢 可是有一個東西就是中程導彈 對 中程導彈這個事情 這個如果南韓沒有給北 給北京一個明確的這個態度 對 的一個表達的話 那可能在未來的一個中韓關係裡面 這個問題反而會比較大 為什麼 其實薩德是前朝留下來的 那像中程導彈的問題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換言之就是事情只能到這個薩德為止 那如果還要再更進一步的話 那中韓就沒得談 我想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外交的一個訊號 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我們下一段我們繼續跟何教授來談 就是其實接下來場景移到成都 成都的時候 南韓總統文在寅跟日本首相安倍 以及大陸的國家總理李克強 他們三方就經濟的問題做了一些宣布 大家外界最好奇的是 有沒有可能達成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協定 那最後出來的是一個一份文件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跟何教授來做訪談